27年了 辛苦了 都自己都自己买了一家 全是辛苦了 这朝改年了 没死了 没死了 这种少钱呢 往往也都采外钱了 往往也就看不出给你收 新户太太就不知道 一家也要 我提早她吃了 慢着要走成了 走得一会就不喊 这种 长钱慢慢回头看 咱这一家能买多少万 多少万 就三百来万 这都是巧米饭 巧米饭 这都是巧米饭 50饭 这都是40饭左右的 这就快好了是吗 快了 快了 马上好的 下几个饭你必须要收 你不收之后了 你看那碗 人家不是筷子炒起来 真的打电子 是不是 那根本就不行 你不收根本就不行 每次一起赶ає 这次快要收,还没出去 两次都是两天到底 是不是 一次还要卫生 二次还要吃好了 不是钱都要收 是不是 年两个人都要收 四十多发的 能够两个小时 我也是把他一气把他要 超市来的 那东西整我什么 我要超市来 我这太疼的都没出客气 这样子真熟了 你来都有半个小时了是吧 这一感觉只做两盘嘛 就没有了啊 哎呀我去房间念了嘛 这是给米兆去做 给米兆去做 要弄好的是不是 要弄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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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这就不见到那就不好吃了 咱们你把它弄几个小时 咱们你把它弄几个小时 得弄几个小时 这得有个四个小时 能量头上 哦 一大才弄没了 这就不得够没了 回头喝多 哦 回头喝多 那也就不得够没了 你刚退家的车也退了快三十年了 哦 三十年 这这个花 tener了 不是 有人吃烤得紧毛吗 是开紧毛质吗 是什么 紧毛质 是小的即毛质 复好不止切两份之少 就算了 你不复够就不行嘛 不复够 不可以切不成 要切就光得太 这摇水就不准我摇水 咱们这碗粉一共都是这种调料嘛 带上这种七种调料理 七种调料 大家好我是小吃光光 今天找到的是我的老家蒲城 然后兴臣街道这块有一个阿姨卖这个桥粉 它这个桥粉卖了有27年了将近30年 然后以前前面的26年一直都是摆摊 后边这一年以后现在开了一家小店 这个桥粉它特别的透亮 然后这个辣椒油也放的比较多 桥粉主要就是靠吃那口芥末和醋 先我来尝一下 这个呢现在看起来这红红的辣椒油浇在上面里边是透亮的特别香 它这个芥末呢是自己摸好的芥末籽 然后拿应该是拿热水烫了一下吧 这个芥末味特别的浓 而且这家就是跟别家不同 它家有点黄瓜丝 这个凉凉粉吃到嘴巴里以后 以后特别特别的清爽 基本上就是嚼了一下就顺着嗓子滑下去了 特别好吃 夏天呢肯定来一碗这个是特别爽特别地道 哎呀挺好吃的这个芥末特别好吃 你这个在接的人啊 嗯就是这个接一下吃的 每回到接来都要吃完芥末了